你受前欠搭我停車 大馬路上警匪追車 雙載機車拒捷 猛催油門往前衝 注意看機車腳踏板上 載了長長一大包 停車 穿了好幾個紅燈 無路可跑終於停下 原來是一對兄妹黨妾嫌 用米袋裝滿工地偷來的鋼筋 將近百隻價值3000元 缺錢花用居然動歪腦筋 用偷的被衣 竊盜罪送辦 遮蔽車牌及拒捷逃逸 重複燈等相關違規 依規定自單舉發 民眾募集好幾台警車包抄叫車 還破窗要逮人 怎麼有人啊 抓壞人啊 打破人要敲破人啊 原來是在抓毒架 拒捷標車跑給警察追 還沿路丟了83包毒咖啡 甚至丟棄隨身包 被民眾發現 外面很多警察 全部都是警車停在我們這裡 警察問我來說 今天算是清潔啦 前案依�迴反 毒品迴反防治條例 移送加一筆錢整辦 竊賊深夜偷鋼筋 被抓包 罩納筊 再好幾袋鋼筋 在路上狂飆 兄妹黨通通被送辦 記者 手持清香 中式董事長胡雪珠 率領主持群 在南港土地公廟前程祈求 中式週末最新節目 開播順利 收視長紅 我回娘家了 因為我以前主持的 很多節目都在中式 收視率都非常的好 這一次謝謝我們董事長 又給我這個機會 重回山台 週末的八點檔 黑輪大大小小 笑得出中間歸 中式最新自製歌唱綜藝節目 是以康康為首的主持群 包括李子森 杜忻恬 許志豪 陳隨意 和陳孟賢共同主持 老經驗的康康重掌主持棒 就怕陳孟賢長江後浪推前浪 這個我早晚會被他幹掉 因為我會的他好像都會 我終於可以帶一些 比較年輕的小朋友了 然後這幾個都是收視的保證 一幕情侶森田CP 不光對唱情歌也嘗試主持 挑戰綜藝黃金戰場 主持群大陣仗 和美洲來賓搬出經典金曲歌舞獸 用精采內容陪伴觀眾 度過週末夜 記者送不到 回到老家台南跟家人相聚 超為執行長蘇茲峰 緊握住家人的手 把握相處時間 看到媒體守候在外 還特別上前問候 今天是星期 你們需要休息嗎 執行長清和力十足 關心媒體 大家也關心AMD是否落腳台南 蘇茲峰巧妙地這樣回應 今天是星期 這是工作日子 工作日子 我爸爸在家 我生日後 我住在這裡 所以很棒 來看我們的公共家 和親友 和父母 很棒 因為疫情 隔了十年才會來台灣 想得除了家人 還有台南美食 蘇茲峰特別點名這一碗 他們都很棒 但我喜歡台南丹子麵 丹子麵 對 這是我最喜歡的 希望在台南丹子麵 應該會很快 他也繼續在研發 AI這些產品 他在這個賽道裡面 不會缺席 在著出席 南方半導體論壇 特別排出的時間 回老家記組 跟親戚 前化家常兩個多小時 下午五點搭乘專機 從高雄機場離開 當然全家族也更希望 替台灣爭取超為研發中心 落腳台南 記者來關章 大黃的一個 肉粽一個 肉粽一顆顆裝袋 工作人員手沒停過 因為後方還有常常人籠排隊 端午連假第一天 南門市場人潮爆量 以前先肉粽沒有這麼貴 對 剛才有的有賣到60 70 80的都有 就是比去年可能貴個5塊10塊左右 因為要拜拜的話 要買比較多一點 不少人有感覺 粽子不再是小確幸變貴了 根據超市通路統計 第一名熱銷的 一價7萬北部種 去年6顆409元 今年439元 單顆漲5元 另一價也從5顆339元 變成398元 平均一顆貴12元 至於市場通路 不少店家選擇自行吸收成本 冬午節像肉啊米啊 一定都會漲 然後因為就大家都要搶貨嘛 所以就勢必你東西一定會補 漲得比較多的話 每一年都是蛋黃 蛋黃一定最缺 店家感受最明顯的 像是蛋黃從6塊變8塊半 還有榜生從0.8元變1.5元 幾乎兩倍 另外粽葉從每60片70元 漲到80元 糯米每台金30元 漲到35元 還有豬肉和香菇等原物料 不少店家扛不住 只能跟進漲價 根據行政院小寶書調查 今年四大賣場 超商和電商平台 粽子有四成價格上漲 漲幅大約都在兩成以下 也有業者直接推高檔路線 飯店業者推粽子禮盒 光是粽子口味就多達9款 餐廳招牌掛入烤鴨入粽 吃得到整隻烤鴨 還有鮑魚花椒奢華海味 每顆580元奢華享受 風味也和傳統肉粽大不相同 這黃天愛玩一題